昨天我们直播的时候 有一个网友说要给我送梅子 真送过来了 一个粉丝在直播间的时候说的 那个青梅嘛 就是我拿来晒干的那个 老唐今天早上打电话跟我说 他放到这个小麦布了 太有心了这位朋友 真的给我送过来了 在这里 老板娘 这个是谁送过来的 女的 我以为是男的 好漂亮 我要送这个 女的 是啊 好漂亮 打下来的 是谁送的呀 是不是之前去我们那里吃饭的那个女粉丝啊 那不对呀 那应该老唐认识啊 老唐说他也不认识 他应该会发生什么呀 不是他哦 这个全部晒干 走 那我拿走了 你买那么多了干啥 好酸啊 晒这个梅子干呀 要不要拿点来吃 不能 哈哈哈 好嘞 谢谢了啊 拜拜 终于打包完了 这在夏城 这夏城每天 如果有人下单的话 我们就叫果农那边送过来 送过来 我跟徐姐 打包 一身汗 我觉得这里要装个空调 风扇 不是空调 装个风扇 那也不是空调 哦对哦 有个风扇 你刚刚怎么不说 我都忘记了 我们去年好像买了一个风扇 那时候发 又一早的时候 搞得一身汗 哎呦 全部打包好了 现在回去 但是我要拿一箱那个 狗吃的那个东西 我拿了 你拿了 这么快拿出来呢 没卡 谢谢 OK 那我们下班 下班了 现在锁门了 这个快递 等一下 快递公司会自己来拉的 不用我们管 这个是给狗吃的 买的那些便宜的鸡骨架什么的 你拿 好的 今天下个早吧 4点半 5点钟的吃饭 今天晚上吃饭吃来吃粥 吃粥了 吃完饭吃把那个青梅腌了 腌来晒干 你先弄一点 晒要用盐腌过 然后第二天把它洗来 再晒干 然后到晚上再用白糖 腌 上次我做那个不入胃 那个你用糖水 那不用糖水 你看你腌了第二天就起泡泡了 但是它也没变味 那个都不够甜这样子腌 不够甜 但是它是咸酸的 又咸又酸 不好吃 还可以啊 我觉得 又鲜又鲜 刚刚老唐给我发信息 我跟他吵架 干嘛 他老是问我这个那个的 他叫我去跟别人说 我一生气 我就说你在那里 还是我在那里 我去跟别人说 然后我就发 发信息给他 我说你不要再跟我说任何事情了 你拿你的事情不要跟我说了 跟我说我也不想回你 然后他进行的不回 他自己在那里自己做主就得了 他老是问老是问我 然后又叫我什么什么的 我又不想管 然后我说 你自己出去了 那你就独立吗 是不是 对 我这操心那操心 真的是 我真老了多少 我又不是他妈 操心那么多 是不是 嗯 出去才是自己独立 一些后果自己承担 放心的去做 干嘛的 我估计他也生气了 他在那边找了一个地方发货了 应该直接在那里发货 让他在上面卖个10天半月再回来了 不要不要回来弄得早 断了断了 是啊 他本来说想一号回来发货 今天我就说找个地方吧 在那边发货 是吧 发货 只能来只能去的 我们也来他也来 直接叫他们两个在上面 卖个半个月再回来了 行不行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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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